主料,面粉200克,主量,食用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先和炒面,将面团改成一个大饼,在大饼上淋入适量油,将油刷成均匀的一层,将刷了油的饼卷起来,撕成小段,再揉成面团,将小面团改成薄饼,相互起锅,待锅韧后将薄饼放入锅内, 饼的底面开始变色及立即翻面,在饼的中间慢慢鼓起,香喷喷的烙饼就成功了,烹饪技巧 一,小饼感的要薄一些,否则鼓不起来,不易熟 二,若一直喜欢吃葱油饼,即刻在刷油的时候,要入吃亮葱花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